這一期的記憶學人 也就剛好在上個禮拜六 才剛剛發行的這個記憶學人 他的cover story 其實就未雨綢繆的 起人憂天的 憂心忡忡的 談美國選後的混亂 這點其實是很特別的 因為現在距離11月5號 還有很長的時間 大概還有40幾天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 就先談的是 選舉不管結果如何 他們認為都有可能 會造成大的混亂 我不過去會認為說 因為以川普在2020年 選完了之後不肯認輸 說他的選舉被偷走了 然後導致了2021年1月的時候 那時候恭敬國會的這個事件 當時這個不認輸的態度 導致美國內部 其實出現了一段時間的混亂 所以包括我在內 我相信很多人都認為 萬一川普輸了 美國就會陷入大亂 可是按照經濟學人 他目前所收集的資料 他並不是無中生有 然後去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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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亂聲音一般的說 你這樣會混亂了沒有 他去收集每一個地方的動作 他告訴大家 即便是民主黨他落選了 然後川普當選了 也會有一半的機率 可能會造成美國內部的混亂 那至於如果共和黨如果落選了 川普落選了 那當然他們現在 他們說現在都已經在採取一些 這些法律的蒐集動作 因為現在有一些Earling Vote 就是提早投票 他們就已經在蒐集 這一些相關準備要提告 所以準備不承認 這一場選舉的法律動作 上次就說這個有假嗎 對 就已經開始蒐集這些動作 這樣相罵本 我覺得關鍵點在於 美國現在已經進入了那一種 不同政黨就成為敵人的 這樣子一個態勢 是極為嚴重的 我最近其實看所有翻譯美國的一些 不管是談社會的啦 談政治 甚至於談心理學的書 都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只要不同政黨 就會斷了關係 彼此之間不再成為朋友 甚至於連家人都不再聯絡 親人彼此之間反目 這樣的案例在美國的家庭 社會是不斷不斷的上演的 所以它是一個被撕裂的一個社會 那選前是一個互相攻擊的社會 選後它也不會回復寧靜 這就是現在美國選舉當中最嚴重的問題 因為不知道選後結果是如何 所以有人急著在選前 要去做他們的這些激烈的動作 這當然是錯誤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反映的是 他們內部的對立狀況多嚴重 我看到這一次其實就是在高爾夫球場 其實有一個點還蠻好玩的 就是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其實媒體在宣布拜登當選的時候 川普在哪裡 他也在打小白球 這一次其實跟賀錦麗的辯論 這個很明顯辯論完以後 其實大概一面倒都是說 川普的表現比較不好 民調比較落後 那他一樣去打小白球 我們在選舉的人 我們都知道選前的這50天 如果這個選情膠著甚至於落後 恐怕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但是他就去打小白球 可是他非常非常熱愛 那當然我想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美國的這個 維安上面 是有比上次更進步 不過因為正因為我們都知道 球場的服務員廣大 要做維安本來就不容易 那這一次其實槍手所持的 這個步槍具有的了解 其實他的射程 其實大概也有到 大概三百到四百這個公尺 是不是這個單位 那其實那這一次 大概我們發現 他是大概四百五左右 其實事實上也是距離很近了 如果其實他這麼愛打小白球 這個這個場地又這麼難維安 我覺得其實這個維安 事實上這個特性 是要再加強的了 那當然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說 以川普現在是這個 總統候選人 行程怎麼卸出去的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也蠻值得大家來討論的 上海裡面剛好我們就在賓州 就是兵家之地必爭的兵州 然後大家生活的壓著喘不過氣來 主打說未來的不能再讓民主黨執政 因為生活越來越難過 那賀錦麗主打什麼 說川普是騙子 然後呢過去幾年的中產階級也墮落了 所以賀錦麗他要重建中產階級 所以基本上廣告是互相罵 然後呢有一些在州長層級或參議員層級 就直接就後面是 You got fired 那或者讓他失掉工作 因為很多人這個州工作沒了 然後他會把他過去的一些投票記錄 你通通列出來 然後直接在電視上廣告結尾的時候 讓他這個滾蛋 讓File他 所以他的美國這個廣告直接 分散非常的直接 你超出我們台灣選舉這個直接的經驗 那電視台也不遑多讓 直接站隊 像CNN或像一些比較自由派的這些媒體 他直接例如說川普過去說謊的記錄 然後一些保守派的電視台頻道 他直接列說賀錦麗每個議題上面都是空心菜 所以在這個部分 美國在基本上就從社區到媒體 更政界商界基本上就分成兩塊 所以你在每個地方去談 你跟他談話 你大概就知道說他大概會支持誰 那比如說我們接觸到一些大選裡面教書的人 那明顯就支持賀錦麗 很明顯 但是一般像我們在會一些閒聊一些商店的人 他們就覺得川普好像比較有魄力 所以看得出來就美國這個投票結果 我覺得說不定不如像民調所講的說 誰領先誰落後 我覺得說不定會出現一些驚奇的變化